今年财政预算案为楼市带来惊喜,放宽按揭保险计划,提高按揭乘数,减免猜响,租金扣税等措施皆对物业市场有利,为本港楼市添动力。 预算案对楼市的措施可算是全方位,由中小型物业至中价物业皆受惠,相信对楼市在带动作用,成交量有望上升百分之三十。 财政预算案放宽按揭保险上限,可申请最高八成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由一千万提升至一千二百万元。 首次置业人士可申请最高九成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则会由现时八百万元提升至一千万元。 2021年一千万元以下一,二手住宅物业登记达5.1793万宗,占整体物业成交量近百分之七十五。 政府因应物业市场变化而放宽按揭保险门栏,对楼市可算是小减辣。 相信同时有助上车及换楼人士加快置业决定,要增加两至三成买家入市。 刺激中小型物业市场,可部分抵消疫情下成交量的跌势。 按揭保险公司亦公布放宽一千二百万元至一千九百二十万元自住物业的按揭乘数上限。 受制于以往按揭乘数的限制。 以上银码的物业需成造较高乘数按揭。 必须依赖一手发展商提供的按揭计划。 相信有关按揭乘数放宽有在二手中价物业流通。 换楼链启动。 预料八百万元至一千九百二十万元的物业最为受惠。 相关楼价的物业成交量有望增加百分之三十。 为未首持物业纳税人提供上限十万元的租金扣税额。 此举有效减轻基层的租楼负担。 将增加对中小型物业租赁市场的需求。 现时中小型物业租盘仍然相当充裕。 要有关税务宽减不会令租金大幅向升。 预算案建议将差响改以类进制。 主要受影响为年租五十五万元以上的住宅物业。 所增加税率不多。 要对豪宅物业租赁市场影响不大。 财政预算案未至于对楼市全面减辣。 亦可以说是小减辣。 令楼市在各种不利因素之中有前景。 目前乌克兰局势难测。 美国通胀高企。 加息来临和本港疫情恶化。 本港经济。 楼市及股市等投资市场蒙上阴影。 政府在本港经济困难之时。 对楼市小减辣。 将会对香港产生稳定作用。 对香港整体有利。 有点赞金。 新鲜役。 自元旅房区。 新鲜役。 新鲜役。 旅大局,正居地牌。 温度赚。